而除了承认缺陷呢 另外一个让我们感受到诚实的方式 是共同利益 什么叫做共同利益 你要知道 我怎么样让别人信任我 怎么让人家觉得我这个人老实 信任的关键呢 其实不在于谁对谁错 很多人以为 他必须跟人家争论叫做 你看我是对的 所以你得相信我 你看我没错 所以我值得信任 不是的 他跟对错没有关系 所以信任的关键呢 不在于谁对谁错 而是你能不能让对方意识到 我们彼此呢 有着共同的利益 我们是站在同一线的 是站在同一朝船上的 好比说 麦当劳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个人常吃麦当劳 你知道麦当劳呢 在1978年以来 他就一直受到一个谣言的困扰 叫做由于你的麦当劳的汉堡 卖的便宜嘛 你那个汉堡肉饼的原料 你看很多人看到那种粉红色 搅得碎碎的肉 当年就有一个谣言 叫做麦当劳汉堡之所以能够卖的那么便宜 是因为你在汉堡肉馅里头 掺了很多蚯蚓肉 那种粉红色的 看起来一根根的 说你里头掺了蚯蚓肉啊 所以才卖的那么便宜 麦当劳非常困扰 他得解释 在1978年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还没有互联网 还没互联网嘛 所以他怎么办呢 于是他开记者会 在记者会面前回答记者的疑问 然后呢 举办参观工厂的活动 任何的民众报名 邀请民众到他们的工厂 参观整个汉堡生产的流程 记者拍照 作证 那并且呢 诉诸法律行动 说谁在传这个谣言 我就告谁 一连串组合圈打下来 有没有效果啊 没有效果 大家还是觉得 你搞不好里头掺了蚯蚓肉 为什么 因为你说你跟记者 开了记者会 那可能是套好招的嘛 你说你找人家参观你的工厂 那至少我知道参观的人不是我 而且你只能证明 你那一天 参观的那一天 没有用蚯蚓肉 所以呢 你觉得你有用蚯蚓肉的人 你永远证明不了这件事情 他永远就不相信你 这就跟剖开肚子 看你喝了几碗凉粉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麦当劳这个谣言 就继续被困扰 直到15年后 1992年 1992年呢 麦当劳再度 对于之前的那个 蚯蚓肉的谣言 提出回击 可是他们这一次 聪明非常多 他再也不像15年前那样 什么找人参观工厂了 在1992年 麦当劳他们的总经理 亲自上火线 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只表达一件事 他说你要知道 很多人说我们的 谣传我们的麦当劳汉堡里头 掺了蚯蚓肉 可是你知道吗 目前的市场价格 一磅的汉堡肉 要价是一块半美金 而蚯蚓肉 有人卖蚯蚓肉 那种 那个钓鱼的那种店里头 他会卖那个蚯蚓吗 给你去钓鱼用 当鱼饵的 那种钓鱼的那种蚯蚓肉税 一磅的蚯蚓肉 他要价是六块钱美金 一磅的汉堡 只要一块半美金 一磅的蚯蚓肉 他要找人帮你去搞这玩意儿 可要六块钱美金 所以他说了一句名言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 麦当劳的汉堡里 掺了蚯蚓肉 这不划算 相反的 他说这句话 他相反的是 如果有人今天要卖你蚯蚓汉堡 你要小心的是 他里头有没有偷偷给你掺牛肉 你别担心我牛肉汉堡 掺蚯蚓 你担心人家蚯蚓汉堡 怎么掺牛肉 因为蚯蚓肉比较贵 所以当他一次讲完之后 从1992年之后 这个汉堡肉里掺蚯蚓的谣言 就再也没人传了 这原因并不是因为 92年的这个经理 他在讲的时候 口才特别好 或者他特别专业 而是他点出一点 叫做你要相信我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是对的 而是我没理由这么做 因为这样一点都不划算 我们两个利益是一致的 消费者 你想吃最便宜的汉堡 我麦当劳 我想卖最便宜的汉堡 我们利益是一致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人要掺这么贵的蚯蚓肉 懂吗 利益一致 才是让人觉得你诚实 所以再来 除了麦当劳之外 有没有别的行业 会担心我们讲话没人信呢 有 这是一个很古怪的现象 叫做抢匪 你知道吗 在美国啊 他们的抢匪 有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 叫做 我其实只想抢钱 我没有打算要伤害任何人 当我拿着枪 冲进珠宝店 或冲进银行的时候 我只要钱 大哥 所以只要你们里面的所有员工 所有客户 都乖乖待在原地 不要乱来 我其实拿了钱我就走 我并不是杀人魔 我不想杀人 我不想伤害人 可是有一个麻烦 就叫做 他们不会相信我 懂我的意思吗 当你冲进去就说 别动 我们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时候 人家不会相信我 所以他们总觉得 我要伤害他们 或者是他们会受到 受到损失 所以他们就会还击 那他还击 我也得还击 那最后就很糟糕 两败俱伤 所以如何在抢匪 冲进店里的那一刹那 让大家觉得 我答应了不会伤害你 我是说真的 怎么做到呢 很有意思 这位老兄呢 他挺有名的 等一下给大家看的这段影片 就是这位老兄在主讲 他本身是一个珠宝大盗 他要解释的一件事情叫做 我们抢匪 是如何让别人相信 我们不会伤害他们的 这位老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I am in no way endorsing or encouraging crime in any way. I'm an ex-criminal, and now I work with police agencies to prevent crime. So I want that to be known right off the bat. Let's look at some clips. The bank robbery in heat. Keith, Keith, Keith! Stay down. We want to hurt no one. We're here for the bank's money, not your money. Your money is insur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You're not going to lose a dime. When Robert De Niro takes control and tries to calm everybody down by telling them that their money is insured, he's right. It's just like with the robberies that I committed. The people's jewelry was insured, so they got their money. It wasn't the people who you're robbing that were getting robbed. The real people are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who are losing the money. And again, I'm not going to say it was right. It's wrong. But it's not their stuff they're losing. Most of the people I robbed did not hate me because they actually sold their whole store in one shot for insurance. At one time, the feds couldn't get the jewelry store people to say it ain't bad against me. They got a couple, but the guy shot me. Okay,你看,即便是一个珠宝大盗,他都必须要在最快的时间里告诉你, 我们两个的利益是一致的. 我不是投你的钱,我要的是什么,保险公司的钱. 那同样的你知道吗,在米味啊,马东老师其实也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就是公司里头所有的同事们,如果你对你的薪资不满, 不要再纠结什么如何开口跟上司要加薪了。 所有在公司里,如果你对你薪资不满的人,你随时可以找我, 你们可以对我说实话。 那你要知道,对于一个你是公司老板啊,你这样讲没问题啊, 重点是我们员工相不相信,你懂吗? 就是米味的所有的小同事们,他们都会觉得, 真的可以找你谈加薪吗? 真的薪资不满就可以找你聊吗? 那万一我被你做上记号怎么办? 万一我对你说了实话之后,你对我别有想法怎么办? 他们是不会那么乐意向上司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的。 尤其是你要知道,马东老师的形象就像这张图一样。 你一定要七八十拼命打广告, 感觉跟那个罗帕老师相比,两个人都是一副奸商的形象嘛,对不对? 那我怎么可以轻易相信你呢? 以至于,你知道,马老师当时提过一个概念, 他在他的职场课头也讲过, 他说,你来找我谈加薪,你放心,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两人都有好处, 你不用担心我会对你怎么样, 因为其实你来找我谈加薪是帮我一个忙。 你要加薪,当然,我最后是不是一定答应你要看情况, 可是你来找我谈加薪的这件事情, 其实就给了我很多的信息。 第一个,他告诉我一件事叫做什么? 叫做你现在需要被激励,对不对? 没错嘛,你一定是对于现在的生活, 对于工作的状态觉得消极了, 或者是让你觉得有沮丧感, 所以你才会说我想要更多的薪水嘛, 就是你需要被激励的嘛, 对不对? 第二个,他告诉我的讯息叫做什么? 叫做你是一个可以被钱激励的人, 他说你各位同事, 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并不会让我对你有恶感, 事实上我特别开心,你知道吗? 作为一个老板, 我如果知道你这个人是一个可以被钱给激励的人, 对我而言是放下一个石头, 因为你这个人比较好搞定, 你懂吗? 比较好搞定, 因为如果说你这个人不能被钱激励, 你能被什么? 你说我要的不是钱, 我要的是湿于远方, 那老板特别头疼, 因为你要钱, 我可以考虑用加薪解决, 你要湿于远方, 我怎么给你? 你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同事来找我, 说老板, 我现在我要辞职, 那我怎么挽留你? 我想要加薪, 那特别好, 简单, 我要辞职, 那我怎么挽留你? 我想找到人生的目的, 那我上哪儿给你找人生的目的啊? 对不对? 所以, 马东老师的意思是, 你们放心, 当你来找我要加薪的时候, 你只给我一个最重要的意思, 就是你其实是一个我比较放心的员工, 我比较放心跟一群能够被钱激励的人在一起, 因为那样好解决, 那样好解决, 所以你看,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利益是一致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说服别人的时候, 不要老是说这是为了你好, 我都是为了你好, 说服别人其实最好的效果是找出共同利益, 为了你好不叫做共同利益, 我为了你好那我有什么好处? 我劝你这么做这是为了你好, 代表我没有好处, 如果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那你为什么要相信我是为了你好? 对不对? 我就那么高尚, 那么了不起, 我没有任何好处, 却为了你好要你这么做, 这句话就不可信, 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叫什么? 叫做你这么做, 其实呢也是为了我好, 为了你好也是为了我好, 这件事对我们两人都有好处, 这个才叫做共同利益, 这样比较会有人相信, 才会有诚实的感觉, 那当然了要塑造诚实的感觉呢, 还有第四个技巧, 我称之为叫采取公式, 什么意思呢? 我们好多人通常为了要建立别人的信任, 让别人相信我们, 他们用的叫做防守策略, 这尤其在个人层面上最常是这样, 你想想看, 老公希望老婆相信我,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叫做什么? 叫做那你来看我的手机, 对不对? 你看我的手机, 情侣直接看手机, 你看代表我没出事, 可是这样能够增加别人对你的信任吗? 不, 这叫防守策略, 我看你一天的手机, 就代表你今天没事, 看你两天代表两天没事, 看你一百天, 他也只证明这一百天没事, 防守只能避免扣分, 他不能加分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有人我不断地叫做日久见人心, 那没有用, 日子过久了, 你看我都没说谎话, 可见我是个诚实的人吗? 不是, 那么长日子你都没说谎话, 只证明了你那么长的日子都没说谎话而已, 他不能证明你之后没说谎话, 他只能避免你扣分, 完全不加分的, 甚至我听过一句话, 讲得特别诛心, 太残忍了, 他说叫做, 一个人说了九十九句真话, 就代表了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吗? 不是的, 那只代表了他的第一百句谎话将会威力倍增, 你看他这太恐怖了, 你看即便你诚实了九十九次, 对不对, 对别人的脑中而言, 也不代表你就是值得信任, 只代表万一你以后撒谎, 威力倍增, 所以不要用防守的方式来建立信任, 我比较建议的方式是用进攻的方式, 什么叫进攻的方式, 就叫做主动承诺并达成, 这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建立信任的一个很好的小技巧, 我先解释给大家听怎么回事, 你要知道, 一般人做的都是完全相反的, 好比说刚才那个老公跟老婆的例子, 老公出去应酬, 老婆问他说你出去应酬啊, 该不会做什么坏事吧, 没有没有正常的应酬呢, 那你几点回来啊, 我十点就回来, 十点就回来, OK, 结果十点了老公回来了吗, 没回来, 十点半了回来了吗, 没回来, 十一点钟也没回来, 终于快十一点半了, 老公醉醺醺的回来, 这个时候老婆当然觉得非常非常愤怒嘛, 对不对, 哎呀, 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是不是在外头乱搞啊, 怎样怎样的, 老公说没有啊, 不信你去问小张啊, 不信你去问小李啊, 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啊, 没事的啊, 你看看, 那这个你不信你插我手机啊, 没事的, 这位老公在做什么, 他就是在做防守策略, 可是他为什么要防守, 因为他前面的承诺没达成, 对不对, 再来看第二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是, 问你几点回来, 这个我11点回来, OK, 讲完11点回来, 因为其实几点不是重点啊, 这时候老公说, 你放心, 我们这都是一般的应酬, 只是今天可能会晚一点, 我11点以前会到家, 讲完之后, OK, 挂了电话, 结果呢, 10点50分, 咔咔, 你就回来了, 这个时候老婆会有什么印象, 她就跟前面不一样, 叫做, 哎哟, 厉害哦, 对不对, 说了10点, 11点以前会到家, 果然就11点到家, 这个比起前面的, 你看, 你说10点到家, 拖到了11点半, 然后在过程当中,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乱搞, 又要找人, 又要给他看手机, 全部是防守策略, 为什么防守策略, 因为你前面的承诺没达成, 于是你后面就要不断的用防守策略, 来证明, 我其实真的没有做坏事, 可是相反的, 如果你前面直接承诺, 因为, 人家你接着到家是一开始你的承诺嘛, 你直接跟他讲, 11点到家, 甚至我说我11点半以前到家, 然后呢, 你能够总在那个实现题早一点到, 那人家的印象就会完全不同, 叫做你这个人, 果然说的就做得到, 你懂吗, 说的就做得到, 这跟一般人做得完全相反, 一般人最常犯的情况就叫做, 为了怕对方骂, 所以一开始回家时间讲得早一点, 那事实上不能准时, 全部都往后拖, 以至于别人不相信, 在自己不断的想证据, 来自我证明, 这就叫恶性循环, 主动承诺并达成, 主动承诺, 我11点半会到家, 主动承诺, 我11点以前会到家, 然后一到时间点, 你达成了, 这就会让人有一个印象, 叫做你说的, 你做得到, 而且更重要的是,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种主动承诺并达成, 基本上在人的记忆里头, 就叫做一个高光时刻, 什么叫高光时刻, 就是我, 你知道一个人成不诚实啊, 他其实不是去检查你这辈子发生的每一件事, 而是我有一个印象叫做, 你这个人还说话挺可靠的, 有这种感觉, 他多半都是来自于一两个, 让他印象鲜明的事件, 你醉的都快站不直了, 11点到, 说到到家, 结果就到家了, 这个就叫做印象深刻的事件, 你懂吗, 人对事物的印象, 就是来自于那几个高光时刻, 这个最典型的, 比如说迪士尼啊, 你想想看, 你有没有想过, 迪士尼为什么每晚都要放烟火啊, 因为迪士尼知道, 所有游客在来迪士尼乐园玩的时候, 并不是每一段时间都是特别开心的, 他的体验是有高峰跟低谷的, 比如说早上来迪士尼排队, 等了半天才能进场, 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是低谷, 是不舒服的, 然后进去以后看到米老鼠, 看到这个城堡好漂亮啊, 高峰, 然后等一个云霄飞车, 又等了好久, 又不好了, 然后玩了以后好开心啊, 又是高峰, 他基本上在迪士尼的体验里头, 不会永远都是高峰, 一直都是高峰跟低谷交替的, 可是迪士尼希望确认一件事, 叫做日后你回忆的时候, 你至少一定要回忆到高峰时刻, 一定要记住他那个高峰时刻, 所以他为什么每天晚上要办烟火, 就是因为他知道, 两年后三年后, 你日后去回忆当年去迪士尼的时候, 你想到的一定不是当年在迪士尼餐厅吃到的某一个不好吃的餐点, 也不是排队的过程, 你想到的就是那晚的烟火好漂亮, 那晚的烟火好盛大, 这就是会留在你记忆中的时刻, 那个开心的瞬间, 那你说那万一不是每个人都留下来看烟火呢? 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迪士尼下午还有一个游行, 他每天迪士尼去玩的时候, 他下午有一个游行, 就是万一你下午要离开, 那多半你会看完这个游行再离开, 所以游行里所有的迪士尼卡通人物, 通通都出来, 米老鼠, 笑, 挥手, 那是一个高光时刻, 即便再讨厌迪士尼的人, 今天就算在迪士尼里头, 你踩到了一个水坑弄湿了鞋子的人, 他看到这个的时候也会印象深刻, 两年后三年后那就是你的怎么样, 对迪士尼的印象, 所以他下午的那个游行跟晚上的烟火, 就是留给所有的游客他的那个记忆点, 主动承诺并达成就是为每个个人建立这个记忆点, 你要知道, 我自己我在米果工作, 那时候我们出了好好说话, 也帮了康永哥做了情商课, 你们现在都可以在喜马拉雅还能够买到, 然后你要知道, 当我们那时候在米果工作的时候, 因缘际会, 他们会留下了一个印象, 叫做直中老师做事情非常靠谱, 直中老师这个人做事非常靠谱, 我给你讲, 这真的是一个美妙的误会, 我这个人有很严重的拖延症, 我这个基本上我的时间观念也非常淡薄, 可是他们那时候所有的同事留下的印象, 叫做直中老师做事非常靠谱, 那怎么来的呢, 是这样, 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因为某些缘故啊, 当时公司的好几个产品线, 最后在那两个月里通通都要我接受, 通通都得我负责, 当时我那两个月工作上爆掉, 就叫做我必须要去录好好说话第二期, 然后呢, 同时呢, 我们好好说话二也在出书, 所以我在改那个书稿, 然后再同时呢, 马老师的职场课, 跟康永哥的情商课, 两边的稿子, 也是我这边要负责, 所以我一个人要接四条产品线, 所以我每天早上进公司, 一连串一连串一连串, 就是改稿修稿看稿审内容, 过内容, 忙到没停, 陀螺一般转, 然后这样一连撑了一个多月快两个月, 非常痛苦, 可是呢, 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 叫做任何一个产品出问题, 直中老师那边都能接得住手, 他们因此有一个非常高光的时刻, 叫做, 哇塞, 黄老师特别可靠, 真的不是这样的, 你懂吗, 真的不是这样的, 可是这个高光时刻OK, 对他们而言建立了这个印象, 所以请各位理解, 当我们要说, 要建立一个人的诚实感觉的时候, 再也不要用防守策略, 再也不要说什么日久见人心, 久了你就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的, 不是的, 主动出击, 主动承诺, 并去达成, 在别人面前建立一个印象, 叫做, 哇, 他那件事情做得很可靠, 这个才是建立诚实感, 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好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教的, 如何建立诚实的感觉, 下一堂课, 我们会跟大家交到的第三个标签, 叫做讨喜, 专业诚实跟讨喜, 都是我们在面临说服对象时, 自我最有用的三种标签, 那一样, 上完课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写作业, 那我们下堂课再见咯, za实адool Twain,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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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